新年华旅游专辑 讲到这个新年华假期 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天下卫视的好朋友 在这么多年来对新年华假期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当然股票上市其实是代表事业的另外一个阶段开始 所以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新年华假期会更努力 然后会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更棒的行程给我们所有天下卫视的好朋友 一起来分享 对 大家都很期待 但是一说到这个新年华假期 大家马上联想到这是来自加拿大一个资深的旅游公司 那加拿大就不能不提到洛基山脉 还有我们的这个漂亮的Bass 那我们要分享一下 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 你也知道这个地方 对 当然我去过 你去过洛基山脉 哇 太棒了 其实你知道很多朋友呢 讲到新年华假期 讲到曾老师呢 第一个会想到加拿大的洛基山脉 其实呢洛基山脉如果我说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旅游景点之一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会反对 最让朋友这个印象深刻去过的朋友就知道 它的大山 它的美丽的湖泊 当你去到那边你会把你所有的烦恼呢 都一抛而空 然后你去好好的享受一下洛基山脉的美 当然很多人会记得最漂亮的 就刚刚我们这个美女主持人讲的 加拿大洛基山脉的路易斯湖 还有翡翠湖 哇 那个湖水的美 就像一个翡翠的水在这个湖上面 这样撒了一片 然后呢 当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真的都舍不得大力的呼吸 你怕呢 大力的呼吸呢 会把这个湖水呢 弄脏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去到那边呢 看到那么美丽的这个湖光山色呢 我相信呢 在这整年里面呢 他都不会忘记那里的美 嗯 对 我觉得在洛基山脉 在我们蝙蝠那里 女孩子呢 可以感染她的天然的灵性 男孩子呢 又可以培养这种 大山大湖的情怀 非常的棒 那也希望呢 大家听到这样的描述 我们去到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对 其实我们去看大山 这个大湖这个美丽的景色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 我们在 比如现在呢 刚刚好开春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呢 他出来喝这个湖边 化完冰的这个湖水 然后会吃这个很多刚长出来的 这个嫩芽的这个绿草 还有很多树 这个时候呢 噼里啪啦都爆出来的 那个绿的嫩芽 然后就很多看到很多的大脚山羊 还有看到一些讲不出来的动物 我们叫它四不像 太打动人了 如此多的细节 您一定心动了 心动马上行动 最好是马上实行这个 我们加拿大之旅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旅游心得